字腐通知識寶庫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字腐通知識寶庫 在上個星期 我們跟一位香薰治療師 談談她的創業經過 不過知道她除了 真的將她的興趣 變成為事業之外 她還有很多理念 很多理想 今天繼續跟她聊 Hello Alice 再次歡迎你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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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喜歡教人 喜歡分享 所以開店後再開學校 令香港的學生 都可以考取一些 國際認可的資格 不過這一方面的分享 還不夠 我見你特別在 其實可能現在坊間 都多了很多不同的 一些工作方案 或者一些課程 都是以證書為主 但我見到你那些 很多是跟社福機構 或者是醫院合作 那些其實 你又為什麼會 萌生了那個念頭出來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一些機緣際遇 可能是朋友的朋友 他在社福機構做 跟我說一下 會不會有合作的空間 我自己 其實我的心態 因為那些全部 很多都是義工 但是可以真的 給多些人認知 香溫治療是什麼 而且也可以 例如其中一間學校 他是一些特殊學校 那個校長真的不錯 他自己覺得香味 是每個人賦予他們的 就算他是特殊學校 但他們對香味的認知 其實都是有一些很獨特的感覺 他曾經有說過 他在丹麥見到 有一間氣味的一個學校 也是特殊學校 但丹麥的校長 他會用氣味 令學生認知 這個氣味是星期一的 這個氣味是星期二的 這個氣味是星期三 因為他們在書本上教的學生 今天是不是星期一 他可能不知道 但是那個氣味聞到之後 他會令到他永遠都是 今天是星期一味道 今天是星期二味道 令到他啟發了 會不會香溫治療 在小孩身上 可以幫他做到一些事情 那時候大家開會之後 我很開心 他一叫我之後 我就已經把所有的精力 去跟他開會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他的小孩 那裡真的給我一個很大的 對香溫治療的信心 也很感謝校長找我去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種輔助 他們現在在學校 下午的時候吃完飯 就有五分鐘幫他的小孩去按摩 是的 我自己也會帶學生去做義工 這些社會機構 通常都是他們對香溫治療 希望有一些輔助療法 就找我們去做 除了去不同的階層 令到這件事更加普及化之外 我想很多就是 例如你的學生也好 或者想接觸你的人 在網上搜尋相關的字 找到你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有些問題想解決 對 因為無論是皮膚問題也好 心情上的問題也好 或者面對的壓力問題也好 對 有些東西是鍵著去解決 你收心埋埋 每個人都是找你去解決問題 你自己的問題又如何解決 會不會即壓很多 在心裏 我自己也好 其實我的工作已經解決了我的問題 因為我是興趣的 我每一天其實很有趣 每天一上班我就很開心 有時 這麼多年也是 是的 好像現在 現在是網上 但我們網上是7點至10點 但有一件事 我的學生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不停地說 你不累 不停地說 他們問我問題 一個課堂可以問我50個問題 我的腦子要不停轉 但我真的 我一上班 我就整個能力 我應該這樣說 我自己感恩 我能夠把興趣變成我的事業 所以我一上班 我就在接觸我的興趣 你接觸你的興趣是否開心 開心 所以我自己的問題 當然我會用香薰解決 但有一件事我自己 其實我也會跟學生說 我經常叫我的學生入行 如果你對香薰有興趣 因為你真的會令你開心了很多 做以後 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 是的 我自己就是做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經常都苦口婆心 叫我的學生 你讀完之後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你真的會入行 你去感受一下那種 每一天都是一個 你覺得是一個新的開始 是很開心 還有我到現在 我做了 如果做Haven教師 我已經20年了 但我很開心 我很慶幸我自己可以入行 這樣 那我的熱誠 那一團火 我還未認識過 很厲害 一燒燒了 20年都還是 我真的感覺到 你是很愛這件事 因為很多人 可能你也試過把其他的興趣變成事業 有些人說 其實你不應該 因為當你變成事業之後 你可能就會做那一行 厭那一行 但其實經過了20年之後 你真的沒有試過有一刻 會覺得好像很低潮 可能是譬如說 最近的疫情 疫情 會不會打擊了生意 或者是 還是不是 找到另一些商機出來 當然 困難當然是有的中間 我也要感謝 我自己有一個很好的團隊 因為一間公司 不是一個人做完 我的團隊也很幫忙 當然我還是在學習之中 大家有一個團隊 怎樣可以令到整件事更加好 令到公司更加好 當然 譬如最近的疫情 大家 這個是全世界的問題 當然都是有一些不開心的 但是 我也會比較樂觀一點去面對 我自己覺得 這個問題 不只是我的問題 其實是全世界的問題 我也會覺得 我可能 我可能被食肆已經很幸運 我不用讓她走 即走到要封閉 那我會反而我向好那邊 我會令到自己會積極一點 因為可能我個人的性格問題 我也比較樂觀一點 還有最近其實是 我有一間店鋪是封閉 那我又自己覺得 都是因為疫情 她剛剛租約期年 因為我是租一個大的地方 那她整個不做了 那我就因為這樣 我就要一起走 那些學生都問我 會不會再開班 那我也都敢說 謹慎一點 那因為現在的疫情 都不知道怎樣 也都不知道 變到幾時 那所以我就寧願 關閉了一個店 就集中回 在自己現在的尖沙咀 這個學校那裡 這樣會更加好 這個事情我樂觀面對 這樣 還有我自己也都 反而這個疫情 其實多了人 會找一些消毒 或者其實情緒方面 都多了人 會覺得 現在很壓抑 對 因為都不知道怎樣 或者可能很多人的工作 各方面 或者將來的前景 我們完全都看不到 這樣 我們都會 其實多了人找我們 去 舒緩一下 對 舒緩一下 這樣 這件事也是另外 有個古墓 這樣 也都會看到 然後 好像真的會有舒緩了的感覺 那我自己覺得 幫到人之後 真的會有一種很好的感覺 但我想問一下 Alice 其實你算不算 除了不是一個消極 去面對困難的人之外 是否可以叫做 越戰越強 由最初 可能你也是 不打不撞的 去開始 又不是三年 五年 十年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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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很適合的契機 出現的時候 真的緣分到了 就做 但每一次你都做得到 是否其實真的 沒有什麼難倒你 可以這樣說 我又覺得這樣的 當然 其實一個學校那麼大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我自己就覺得 有問題就解決 其實你就是 人生就是要解決問題 所以我每一個問題 都不覺得是問題 這樣 就解決了就可以了 我也很有趣 當然解決的時候 當然要解決 你要很專心去解決 但解決完之後 我就鬆了 然後到明天 我就完全不覺得 問題是什麼問題 這個可能都是我的性格有關 不過見到你對於事業的投入 才可以令到自己最喜歡的 這門興趣 可以發揚光大 亦都令到整行的餅大了 稍後回來繼續跟Alice談談 下一步的目標會是什麼 又或者是時間管理上 你有那麼多事情要做 有那麼多不同的身份角色 怎樣可以做得好呢 稍後回來再談 繼續回到來自普通的知識 保富Alice 我覺得你真是厲害之處 就是在於 除了火燒了二十年 都是這麼旺盛 真的很喜歡這件事 是很難得之外 其實很想知道你時間管理上 怎樣可以做得到 你又是一個店主 要經營一間香粉店 你又是校長的角色 有一間學校 你又要教書 然後你自己就不斷再去進修 之前有提過 你會跟很多不同的社福機構 醫院合作 去做一些耳工的工作方 其實數一數 究竟時間怎樣來呢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也有很多事情想做 但當我專注做一件事之後 我已經沒有了時間了 當然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時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時間 究竟能否用到呢 其實是自己 跟自己說 你可以就可以 因為最主要就是 其實時間是可以安排自己 當然 譬如有時家庭 你可能會犧牲了一點點 你可能會犧牲了一點點 但我慶幸 慶幸自己是在香港這個地方 香港這個地方 女性 因為我們女性的機會有大 有時家人 她都會體諒 你是女性 如果你有自己的工作 其實有時你真的要付出很多 她都會在工作上面 我自己覺得 香港這個叫做事業的環境 都對女性都有一些幫助 我相信 不單止是我 好像你 你也是 有時比較忙 我們 很多時我們女性 即自己要兼顧家庭 和事業方面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做到一個平衡 還有我自己覺得 香港這個事業的環境 對女性來說 你看到很多女性都做到很高級 她們都是有家庭 如果說管理來說 她們會給我眾忙 我自己也要多謝 我有個團隊 有時有些事情 我一個人真的做不完 但她們真的幫到我 幫到我 當然 如果 譬如說 在分工的時候 會有一些同事都會幫到我 讓我不用太忙 我有時都會有自己的私人時間 有時我都會 想偷懶少少 今天我不回家 你們的同事可以幫幫我 我有一些沒那麼緊要的事 我都會押頭做 令到自己有時 有些真的會 條線拉得很緊 我都可以 放個小假 都可以 這裏都是令到我一直可以持續 做那個工作 我不會覺得太辛苦 那個動力 其實你們這個行業 會不會集中 是比較上 無論是顧客 還是經營的 其實都是女性多 會不會是因為 女性會有一個 比較細膩的觸覺 會有一個優勢 其實以前就是 但我可以告訴你 既然我收生 就收很多男士 我自己覺得 其實沒有性別之分 男士其實有時 心思都很纖細 你看到這樣 都很適合 其實很適合做醫行 其實我都說 沒有分男女 最主要你是有興趣 這個是真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會將你讀書的壓力 你變成你的興趣 你有興趣 你就經常想看 你就會溫滾書 我經常跟學生說 你有興趣你就會溫滾書 因為你看書 你正在溫滾書 你不會像讀其他 我又要溫滾書 你最重要 因為你很喜歡 對,最重要是有興趣 你不要說我最近的男學生 他們都讀得很好 甚至乎真的有過之言無不及 所以都沒有分男女 男女都只要你肯努力 我自己覺得 一樣可以有成就出來 你就教了很多成功的學生 聽你講 你都不介意跟他們一齊競爭 希望做大這個市場 在香港就更加普及化 我想問一下 當初Alice的一個啟蒙老師 其實她又怎樣去教導你 會不會有很多經營的理念 或者是你從事這個行業的執著 其實是在她身上拿回來的 其實她現在都退休了 當初我是說的是 真是二十多年前 那時她是怎樣呢 那時都是一個扮靚的心態 對香氛治療是完全沒有認識的 那時就很有趣 其實我一向有很多暗瘡 一直找很多東西用 或者做臉書 有人介紹她 不如你試試用香氛治療 我去到之後 我坦白說 我的暗瘡 是由我十六歲開始 跟到我二十八歲 但是那個問題 我竟然去找她 我跟了我十幾年 既然去找她 她三個月幫我搞定我暗瘡 那她真的 她每次幫我做的時候 她就 坐一走 混 ash油 給我回用 但竟然 我當時很輕私香治療 因為我不熟悉 他竟然可以5月 匙廟裏可以煮得太好 過程中就自知他 他說為何會這樣 每次他醉髮痧 我都像上課 他又不問 他不問 他不問 他沒有想要跟我說 然後我就說,那開始又買些書 其實我問她,我問她 怎樣可以讀得更加專業呢? 是她讓我認知一些認可的學校 令我一路讀,就讀上去 一讀,就一發不可收拾 就發覺原來不只是這樣 要很專業地去認知 你才可以得到那個效果 其實她現在退休 但那時候真的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 好的開始 而且最主要,你的處事方法 也有些在她身上學習 你問她,她又不介意 可能她以前,二十多年前 是一些商業秘密 或者最好你不知道 你才要繼續去找她 如果原來給你了,你上網自己有學到 自己可以做的,可能她會少一個生意 可能她的想法是間接影響了你 是呀,會呀,會呀 如果不是她當初不文誠地告訴我 我根本不知道她在哪裡讀 饅頭烏鷹 也真的很慶幸她告訴我 這是一個很專業的認可資格 所以我一讀的時候,很辛苦 但讀完之後 其實你就知道 原來對自己的事業 將來是一個很大的利益 現在你的事業已經有不錯的發展 甚至乎已經去了不同的台階 由你最初小店 小店變搬大店 我看到你的產品 可能現在都有百多二百種 即甚麼類型都有 學生的數目也越來越多 很多你想做的事其實都實現了 下一步其實還向著甚麼目標進發呢 其實現在我們 因為我們做學校 我們有不同的課程 下一步我就會向一些再高階的課程 即是我們會你初讀小學 然後你想要升中 升中你還可以讀大學 我們其實是無限量的 我們可以引入很多不同的課程 甚至乎可以在外國 找一些大師級的老師過來 搞一些workshop 令到那些學生會更加提升知識 這些都是我下一步想做的事 你覺得如果有志 即是投身這個行業的人 其實有甚麼具備條件 或者是你都走過了十幾二十年 有沒有摸出一套經營的方式 是比較容易走向成功的 我自己覺得最主要也是 因為我不可以說 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但我自己亦都這樣說 我一路走過來的時候 其實是靠我的熱誠 我很多學生為何來報我呢 他們都覺得我有一團火 我自己覺得這團火是應該要有的 它是一個動力 令到你遇到很多困難 你就越強 你便可以走到自己的目標 至少要了解自己的內心 就不是三分鐘熱到 而是很喜歡這件事 就可以去慢慢轉研深入一點 再去做一個開支 謝謝Alice 希望都市人需要減壓的話 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如果能夠把上班的壓力 變成一個動力 就更加好 謝謝Alice 接受我們的訪問 你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